为了打掉宠妃的龙胎 皇后把她推进了湖里 不会游泳的童妃胡乱扑腾 皇后邪恶的诅咒 童妃和胎儿一时两命 人臣到湖底捞不上来 恶毒的祈祷没有实现 太监及时将童妃救上来了 皇上听说童妃落水了 则问吴总管怎么回事 吴总管人都不在现场 什么也不知道 皇后八百个新年子 早就将奴才们支开 犯案时没有目击者 所以除了当事人 没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害怕被皇上问罪 皇后装病躲回了慈宁宫 听说童妃伤得不轻 肚子里空出来很多水 皇后幸灾乐祸 认为这次肯定能打掉孩子 落胎了没有 落胎了没有 得知太后抢先到了锦仁宫 皇后心虚极了 她没想到 皇上竟然没先去锦仁宫 而是来了自己的昆宁宫 下意识整理了发型 谁知刚到门口 又扭头去了锦仁宫 皇后气得咒骂童妃 小剑蹄子 不就是肚子里多了一块肉吗 锦贵人也巴不得童妃流产 让人盯着锦仁宫 落胎好啊 好让大伙高兴 锦仁宫里 童妃昏迷不醒 皇上担心龙胎不保